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自公布了代号暴风雨的英国六代战机设计方案 据悉 暴风雨战机由英国白系统公司 罗罗航空发动机公司 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和欧洲导弹集团联合研制 预计2035年服役 白系统公司宣称 暴风雨战机具备超远航程 超音速巡航 超机动 超隐身性能 该战机是尖端军工技术的结晶 武器系统装备先进的高超音速 定箱能等新型武器 还能释放和控制无人机集群执行作战行动 控制系统突出智能化 既能采用无人模式 执行自主飞行任务 又配备了先进的人机接口 能在有人模式下处助飞行员决策 提升作战效能 生产维护层面大量采用自动化 无人系统完成装配 检修 加油 挂弹等任务 大幅节约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总之 暴风雨战机将具备强大的感知 攻击和生存能力 成为英军未来空战的撒手锏武器 那么 暴风雨战机是否代表了六代战机的技术标准 对于最吸引军事爱好者眼球的高超音速 定向能 无人机集群等新式武器 军事评论员杨俊峰认为 这些并不是决定六代战机技术标准的关键因素 定向能武器 高超音速 控制无人机集群作战等概念 并不是六代机最核心的特征 首先 除非能源技术获得颠覆性突破 否则定向能武器难以成为战机主攻武器 暴风雨战机也只是将之作为进程防御武器 或者用于攻击视距内目标 高超音速武器能否成为战机标配 则主要取决于 是否小型化到普通战机可以挂载 至于有人战机控制无人战机集群作战 这更只是一种战术而已 本质上是将有人机当作预警指挥平台 甚至经过改进的三代战机都能做到 这些武器应用并不取决于战机本身的发展 还有学者认为 六代战机的技术标准之一是无人化 将美国X47 欧洲神经元等无人机 列为第六代战机 这时忽视了战机根本任务的结果 杨俊峰对无人化能否成为六代机的主要技术标准 也持有保留意见 第六代战机的根本任务 仍是在制空权争夺上取得优势 智能化式战机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是辅助决策 提高效率的工具 能够为集群作战等新战法提供支撑 但还远远达不到取代人类 控制战机进行自主空战的阶段 X47 神经元确实是先进的无人机 但是其设计初衷 并不是彻底取代传统战斗机去争夺制空权 而是成为有人驾驶战机的左膀右臂去拓展任务范围 所以不适合化入传统战斗机的化带体系中 相比五代战机 航空学术界已经逐渐达成共识 认为第六代战斗机应当首先需要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更全面的隐身性能 纵观波音 落马 百等公司提出的六代机方案 或是彻底取消尾翼 或是采用平尾 垂尾一体化的飞行尾翼 机体修长 后机身呈大巨尺状 进气道 尾喷管与机体融合程度更高 在侧后 后向的隐身性比五代机更上一层楼 但气动面低简化 对飞行控制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是更优秀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六代战机将采用进气系统 自使应变循环发动机 排气系统高度一体化设计 争取各个飞行状态下的最优效率 实现更大范围包线 更长时间超音速巡航的目的 这相对于五代战机来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三是更上一层楼的态势感知能力 更高层次的航电 机电系统一体化和飞行 火力 推力控制系统一体化 例如美国在F35上已经尝试了电力 环控 热效率管理等此系统集成设计 为第六代战机发展进行了技术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